立平114年总预算案复委讨论 民进党凌晨3点到一场排队地案 毫不容易等到标决时间 政烈总预算案有意义 没有意义 明明民进党就喊无意义 但韩国瑜却充耳不闻 疑似在等山山来迟的国民党 政烈总预算案有无意义 有意义 我们就进行表决 怕表决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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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表决 决道的国民党不觉得 还大言不惭地怒呛热音 怕表决再度引爆朝野奖火 我好害怕 来来来 叫大人 蓝白再度以人数优势封杀总预算案 坚持原住民进罚补偿金 因依法编足6万元 但行政院长卓龙泰不能接受 在脸书发文强调 若朝野协商无法解决僵局 将考虑依法申请示线 从昨天的柯建民到今天的左龙泰 异口同声说要视线 宪法法庭当成是 当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排除一切阻碍的工具 重申 只要民进党 只要行政院依法编列 宣关我们进罚补偿条例的预算 工粮收购要预照我们的主决议 把它提高五块钱 我想我们相关的争议就会落幕 协商的过程当中 行政院已经表示 如果从3万提升到4万 我们是可以同意的 这也是在征询的过程当中 必须取得这样的合议 综合算案朝野没有共识 持续针锋相对 每一期节目的动作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在自选餐当中加入民事新闻台 为您带来最及时 最正确的新闻内容